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这个玉文雀刺杀不成辩诸英招 未来害我们真是处心极虑 玉文雀 玉文雀 北莽尊氏的死和我没有关系 楚王是否知道自己已被全程通缉 当然知道了 长公主都把我的名字打在全程的公屏上了 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有胆子主动送上门来 我知道你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 你明明已经调查清楚这背后真相 相信长公主没有立刻把我拿下 是有条件相谈 我就主动送上门了 我是被玉文雀所冤枉的 所以还请长公主为我主示公道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了 此人便是当日协助太子 杀害北莽尊氏的侍卫 齐平长公主是我等糊涂 协助太子犯下大错 他为何要这么做 他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夺权 宇文雀的急不可耐 已成为了宫中潜在的危险 他在府中 圈养了许多死士供他差遣 为了就是今天的到来 北莽尊氏的尸体 恐怕还在王爷府中 我最早就会有了 他还在府中 我都知道 这些人是在府中 我都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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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将太子是真凶的证据告诉你 我等是诚心诚意 请求长公主放过的 相信长公主也想看到国业腾达百姓安康 而不是再次引发战乱 有趣 楚王和前朝太子如此亲密 即使与北莽尊史无关 本宫也很难放心的 此事与王爷无关 你就不怕本宫杀了你 难道公主 不是早已动了杀心吗 太子有勇无谋 嫁祸王爷手段拙励 恐怕北莽尊史的尸首 是你默许他放在王爷府的吧 目的不就是引在下现身 什么都讨不过太子的眼睛啊 究竟还有多少前朝与党 被你安插在宫里 只要天下太平 你放了王爷 这些就都是公主的子民了 好 放你们走可以 但兵权必须要交付 除此以后 楚王对外宣称死亡 你们二人不能再进京城 请公主放心 太子应该也早知道 自己和楚王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又准备如何选择 在下和王爷 早已有打算 就不劳公主操心 在下告辞 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别胡思乱想 他的意思是 我是前朝太子 你是当今王爷 身份欠托 哪有什么身份啊 我又不是王爷 你也不是前朝太子 我们只是两个相爱的普通人罢了 你之前 对展公主说的 所言可真 那是当然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评价 这么高 小夸两句 不要飘 什么是飘 我真的应该带你补习一下现代汉语了 跟你讲话总这么费口舌 那就 别费口舌了 等会儿被人看到 怎么 害怕了 谁怕了 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了你 那还不是 跟王爷选的吗 不喜欢吗 男人要是太会撩 就会让人不放心 你以后只能这么对我 不能对别的女人也这样 哪还有什么别的女人 前朝太子 楚 大公主 不 之前您就由我查办 杀死北莽使者的真凶 却为太子身边死侍所为 这些死侍已经全部收下来 只是北莽人那边 可讨厌说 知道了 谢谢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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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和你归隐田园 去找个小地方 种花 种菜 厮守一圣 现在长公主也放了我们 我们就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王府吧 都依你 不过我还是想先回一趟王府 给小悠啊押换侍卫什么的一笔银子 让他们恢复自由身 好 这是什么 臣弟得知长姐最近身体抱恙 特嘱咐太医为长姐熬制了这杯长寿羹 来人了 在 燕羹 是 张姐 这是什么意思 燕了不就知道了 莫非张姐不信任臣弟 雀儿 我怕是太纵容你了 才让你像如今这样胆大妄为 燕 我想可能是我本能用所有交换余生 当你迷路前放映我的灯 请到深处怎会下的离分 只剩下你的气味还能保留余温 能不能再留一身 跨时空的门 飘落花雨时重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